1937年7月7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制造事端三面围攻北平 28日,日军占领北平,两天后占领了天津 随后,日军扬言三个月荡平中国 8月13日,日军22万大军开赴上海,准备一战而胜 然而,中国70大军浴血奋战,以牺牲25万多人的代价 殲灭敌军9万多人,把日军拖到了8月12日 随后,在第二年3月,我军又在台尔庄 以近30万的兵力与5万日军作战,再次殲灭日军1万多人 三个月后,25万日军在武汉遭遇我军百万大军阻击 四个多月殲灭日军十多万 彼时的中日军事力量有着天壤之别 日军三个月拿下中国也并非毫无底气 但是经过这三次大战,中国为什么能够活生生把日本的闪电战拉向持久战呢 二战亚太战场没有向日军想象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中国全民统一战线的建立 共产党部队先后自愿,领入国民党部队 成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其次是德军在战争爆发前,对中国军事进行了全面的帮助 仅仅是装备就高达四十多万套,而且不要钱 第三是苏联航空志愿军在武汉会战中加入 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助了一臂之力 大家可能认为是不是我搞错了 说苏军加入能理解,毕竟是一伙的 德军同日军是一伙的 他们怎么可能帮助中国军队呢 完全没有搞错 在松户会战中 国民党出动的军队里面有二十个是德谢师 而且为这二十个师准备了三个月的德国弹药 后来的多次战斗中,差不多都有德谢师参战 事实上,中德关系在晚清时期就相当友好了 清政府不仅从德国购买了镇远号和定远号战舰 还大量进口了其他军事装备 后来德国转而同西方一起侵略中国 两国关系才开始恶化 尤其是德国占领我国交州湾后 两国关系进入冰点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 孙中山原本计划连俄连共 到蒋介石时代 中苏已经闹掰 1926年 朱家华从中国选 中德从1928年开始 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合作 派遣了五位军事顾问 其中第三任军事顾问团长佛才 给蒋介石提了13条抗日备战建议 并亲自培养了国民党第36师 第87师和第88师三大王牌部队 第四任军事顾问团长赛克特 给蒋介石提了三条抗日备战建议 建立自己的军校 建立自己的军工厂和发展交通 同时为国民党完成了20个师的得写装备 计划再装备10个 按照赛克特的估计 应该装备60个师从足以抵御日军的侵略 赛克特在把德军武器卖给中国的同时 连带图纸也拿过来了 希望中国能够通过仿造建立自己的军工厂 同时帮助中国在梁广 贵州和浙江建设广汉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国民党当军也从1928年开始购买德国军火 当年三月份 陈一前往德国签订了第一笔150马克的军火等贸易大单 赛克特来到中国后 宋子文再次前往德国 签下了5000万马克的军火订单 宋子文本来想多买一些 但是没有钱了 彼时希特勒已经上台了 如果不是后来发动二战 希特勒应该是德国历史是最会发展经济的好手 他走马上任不久 就扭转了德国江河日下的经济状况 德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复苏 不差钱的希特勒告诉中国 购买德国军火不用付钱 你们用粮食换就可以了 蒋介石政府高兴坏了 1934年试着买了24门大炮和2万多发炮弹 这批大炮和炮弹运回国后 效果非常好 此时的德军再次对日本侵华进行了预估 这次预估竟然和后来情形大提一致 中方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几乎开始疯狂购买德国军火 1935年已入换物换回高射炮十八门 炮弹近十八万枚 以及各类子弹两千八百多万枚 第二年更是大量换回了装甲车 坦克反坦克炮和炮弹等重型装备 七七失变后 国民党对德国军火的购买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口气拿下1.6亿尾子弹 1000万枚钢筋弹 15万枚航弹 10万枚燃烧弹 和5万枚反坦克炮弹 以及七十门大炮 德军还根据我军海军薄弱 和日本可能发动生化战的情况 让我国购买了鱼雷艇八艘 每艘配备鱼雷八枚 以及防毒面具十万个 并且催促发1938年的订单 1938年的订单 包括30万支步枪 每支配子弹1000万发 5万把毛色手枪 每把配子弹1000发 2万挺重机枪 每艇配子弹1万枚 以及800门大炮 每门配炮弹2400枚等等 中国这边看着这两年巨量的德国军火 着实高兴 仅仅是1938年就高达40多万套 同时也发愁到哪里去搞那么多粮食给德国呢 结果中国完全多虑了 德国国防部说 我们先教你们仿造出我国的马克庆重机枪 你们不能老是找我们买 至于那40万套装备 你们不用给钱了 用你们的三样东西来交换就可以了 这到底是哪三样东西 值得德国花这么大的鞋本来换取呢 一战结束 各战胜国开启分赃狂欢模式 要求德国赔偿8000亿金马克 相当于今天的80万亿人民币 仅仅是赔偿法国的1320亿金马克 就需要200多年才可能还清 德国忍气吞声 还到1923年时 连利息也还不起了 法国和匈牙利一目之下 把卢尔地区给瓜分了 德国的经济原本就指望通过卢尔工业区翻盘 失去卢尔工业区 相当于是德国的经济彻底崩溃了 马克应声暴跌 一美元可以买到1300亿马克 美国一看 法国和匈牙利 这不是让大家的赔偿都泡汤了吗 赶紧在第二年成立过脸 希望通过贷款给德国 让德国免得一口气喘不过来 所有赔偿都泡汤了 德国开始也摆烂 关你什么脸 反正我是没钱了 但是 一些有远近的德国政治家突然想到 去亚洲寻找合作伙伴 或许可以东山再起 德国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仔细考虑后 认为日本既不靠谱 又没有资源 转而考虑中国 可是中国也有两个现实问题 令德国头疼 中国有资源 但是没技术没钱 其实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也憋着一股气 一战德国战败 本来把焦州湾还给了中国 但是日本又根据21条抢去了 后来又同苏联交恶 美西方看热闹不出手 彼时的中德两国 相当于是一对难兄难弟了 双方一拍即合 打算联手对付苏联 日本和西方 找到出路后 德国也能躯能伸 加入了国联 假装继续换款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1929年 美国经济又崩盘了 不过 好在美国经济崩盘前 德国从美国那里 带到一大笔钱 随后强人希特勒上台 德国经济阴生凶器 强人自然是狠人 赔钱是不可能的 只准拥有十军队 也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开始开足 马力生产军火 准备时机成熟 找一战后 瓜分德国的国家算总账 但是希特勒很快 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生产军火的污 替河西没有了 德国原来在洛林和阿尔萨斯 有这些矿产 但是这两个地方被法国拿去了 装甲车要拥有更高的承重能力 就必须使用金属锡 而几乎所有军火中的齿轮 都必须使用添加了金属T的合金 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抗性和强度 金属污在军工生产中 更是必不可少 采用污合金制造的装甲车 可以抵抗更高的温度 生产的枪管强度更高 耐高温性能更强 而德国发明的污形穿甲弹 自然更不能没有金属污 德国原计划在欧洲购买 但是英法都是死对头 给再高的价格也不卖 西班牙等一些小国 虽然愿意卖 却狮子大开口 德国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知道 中国这三样东西特别多 而且中国的军工太落后了 根本用不上 希特勒知道后十分高兴 三 差一点就该写二战历史了 四十万套一点四四一马克的装备 不要钱了 我们拉一些污矿 提矿和西矿回去就可以了 蒋介石听得更高兴 咱不是没钱吗 拿破玩意儿 咱也不知道能干啥 能抵账的话随便拉 按照福采而和赛克特的意见 德国不能同支持过自己的美国交恶 不能同不要命的苏联的交恶 只有继续同中国深化合作 帮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军事 让这三国帮德国东山栽起 然而 希特勒没有听进去 1936年 与日本合作反共 并占领莱茵 宣布废除洛加诺和凡尔赛两个条约 此时 英法没有反对 美国也没有直升 局势还算有利于德国 1938年 德国履行了最后一批合同后 同中国终止了合作 第二年 德军入侵波兰 局势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 在1941年 中国不得不对德国宣战 日本也正如佛采儿和赛克特所预估的那样 全面侵略中国 挑衅苏联 惹毛美国 希特勒才发现 日本已经把自己带向了绝路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听天由命了 如果希特勒听进去了福采 而和赛克特的意见 二战的历史必然会改写 德国也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中德双方而言 只有三次德国元首饭魂 导致关机恶化 一是威廉尔氏抢过焦州湾 还加入八国联军 二是希特勒终止双方合作 三是克伦茨1989年参与制裁中国 其他时期的德国元首都非常明智 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有力地促进了双方 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长组发展 是中国在西方为数不多的真诚朋友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 即可观看